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次当上男主角 不禁令大家感到好奇 冯宝 您这是要改行吗 这反正一喝酒我就 这一冲动就答应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是 因为很多演员都去当导演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办法 导演也来演戏了 看来冯导还是不敢幽默本色 为了演好老炮这部戏 冯导可是做了不小的牺牲 第一次留胡子 因为广谷这个戏 它肯定是不会让你沾胡子的 它那个就完全和它这个电影不是一个路子 所以我们就留出来了 我洗完了 就是它的所有的样片都出来之后 照冯导来当男主角 导演广虎表示压力不小 而其他演员 包括影帝张寒宇在内 在听到跟冯导一起拍戏的时候 也都不免发怵 我说 冯导 您的气场是有多强啊 冯导的导演功力是相当了得 不知道演技到底如何呢 我相信将来这个电影连起来以后 剪完了之后 会呈现给观众一个 就是说中国电影史上一个 什么时候提起来都会提到的一个人物 他会立住 所以我说影帝是真的不是夸张的 如此看来 明年的影帝之争会更加激烈咯 而该片的另一大亮点就是李一峰和吴亦凡的加盟 这也是两位当红小鲜肉的首次合作 谈到与冯导一块拍戏 两个人是又紧张又激动 我觉得是一个 反正我是比较紧张也很期待的同事是 对 然后当然也是 其实刚刚开始之前我也是看微博 然后那个徐静雷导演也是微博上面发那个微博说 让冯导多多的爆料给他 所以我也是想说 我会努力演好 然后希望冯导不要太狠的爆料 我觉得我跟导演最像的就是 我们俩都是非专业的演员 然后呢 从他身上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怎么样让一个非专业的演员 逐步走上一个民地的位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